燕子春秋有云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则为芷 这让大家出识了菊和芷的区别 芷有哪些功效 中医利用芷入药能治疗哪些疾病呢 本期四讲生堂 徐文斌堂主就来说说芷 常言道就是菊生淮南为菊 生于淮北则为芷 说明了水土对一个树种或者品种的影响 但事实上菊和芷是同科不同属的植物 即便在淮南 人们也有这种植树的生长 它接出来果实同样是又酸又小 不能入口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水土问题 根上来说还是个品种问题 植树是芸香科植物酸成 或者是它栽培变种的另外一种甜成的果实 一般在阳历的五六月间 我们会收集那些掉落 没有长大 就是掉落在树下的那种没成熟的果实 把它收集起来晒干 低温干燥 然后把它洗干净 焖透 切成薄片 这时候就把它做成一个中药来用了 有的时候还用生用或者用麦夫把它炒 这种没有成熟就做成中药的果实 我们管它叫纸石 而等到阳历八九月份 这个植的果实长成熟以后 我们把它摘下来 同样切片 晾干 用麦夫炒熟做成的这个饮片 它个头比较大 我们中医就把它叫做纸壳 有人看到厨房说纸壳 我们中医管它叫纸壳 早期的中医用药 我们并不分纸石和纸壳 统一把它叫做纸石 我们认为它的味酸 色性温 能够入脾胃和肺大肠经 神农本草经就记载它的功效说 纸石煮大风在皮肤中 如麻豆苦痒 能除寒热节 脂粒长肌肉 粒五脏 意气轻生 这对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纸树的果实 虽然不如橘子酸甜可口 但是天生万物各具其性 这种酸色的纸石入药 能够治疗这种外感邪风 造成的风形皮肤中 造成的那种骚痒 非常类似于我目前流行的 所谓这种过敏和这种蕁麻疹 或者叫前麻疹 这个痒起来的话 确实是症状 跟古人描述的一样 同时 这个纸石配合一些消食的药 比如说仓竹 神曲 脉牙 肌内筋等等 能够治疗饮食不当 造成的脾胃 肠胃里面寒热挫扎 食肌节制 因为它本身的味酸色 还能收敛这种液体和气血 所以它能够治疗这种腹泻和下力 经常服用它 还能够提高胃肠平滑肌和肌肉的弹性和张力 身体也会变得轻易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 虽然也用紫石的名称 但是在临床处方的时候 张仲景就开始区分 紫石的大小和炮制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是保护明镜与点栏目 大阿花 保护中共元 你倒是大ión закры public 再见